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拍摄戏曲中的白雪故事 穿进物具名家 各自带来拿手好戏 显着有声 亭中待旗 为绝儿来了的舞台 混上一堂要去恒生的 李宜园公开课 精彩好戏轮带上沿 舞台互动欢笑连连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 绝儿来了 本期节目 乐剧名家曾小敏 白素贞下凡了 带来了国内首目 4K全景声乐剧电影 白蛇传 情 以水墨国风 加持传统乐剧 让戏曲美道出圈 东方美学震撼特效 诚意满满 让行员班大开眼界 直呼过瘾 向心团队再聚首 四大主演 经历台前幕后 去闻一世 就是感觉 我就是个仙人一样 小青 小青 快 白蛇有複的许仙 黄金搭档 再次唱下电影金曲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 绝儿来了 中文剧音乐剧电影 ред蛇有柠袋 半天 夢中也不怕 對水渦暖暖暖暖 作曲 李宗盛 千年修此生 啊 啊 情修苦恋来得到 脱胎环顾变成人 啊 啊 灵心相当无杂念 归一三宝七红墙 啊 啊 啊 望求菩萨来电话 赌我素贞出发尘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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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我素贞出发尘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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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我素贞出发尘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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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我素贞出发尘 好 谢谢 谢谢华彩少年们 来 介绍一下 你们刚才的作品好不好 前面其实就是用了我们 算曲艺相声里面 太平歌词的白蛇传 然后作为一个引子 然后引出它们 对 希望大家喜欢 好 谢谢希希 来 博弈好 然后呢 我在这个 创演作品里面的 扮演是许仙的舞蹈部分 然后和轩宁一起合作 展示白蛇传 许仙和白娘子 他们的一个相遇的过程 然后在那个桥上面才会有了后面发展感情的那一段 我是听完老师前几节课讲的这个 就是说你要是给自己的定位 你的人物 老师说这个小青就是一个就点像小红娘那种角色 所以最后呢我加了一点这个戏曲的部分 就是说他们俩终于在一块了 我就太好了 就自己一个潜台词 好 来 杨章阳 我是弹的钢琴 还有演唱嘛 然后融入了一些 现代钢琴的元素和一些电子的一些配音 唱法上呢 也不是像之前那么民族的唱法 也是融入现在流行的唱法 然后我觉得也跟老师之前说的与时俱进 四位少年都有心了 把之前听到老师讲解的 关于自己特点 自己的创新 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 都有所涉猎 那接下来还有两个字了 谁来选择 谁没选呢 我没选呢 我没选 老师 我选恋 在这里呢我稍微做个普及 这个呢是由广东乐剧院啊 在2018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创新之作了 它是国内的首部4K全景声的电影 非常的正确 那在了解它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道问题好不好 好 来 请看 以下对乐际电影《白蛇传情》描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以情为主线贯穿全剧 B 将电影和戏曲艺术进行深度融合 C 剧情改稻草为求草 D 实景拍摄 取景地为杭州西湖 有没有人看过 A 我看过 其实是作为当时咱们央视频的小记者 然后去采访了当时的导演还有制片人 还有主演都问过他们问题了 然后也参加了超前电影场的这个观看 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白蛇传情》这部电影呢 其实我是在那个B站上看到的这个宣传片 我觉得太震撼了 预告片宣传片特别好看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特效做得非常的美 跟我印象中的那种戏曲电影是不太一样的 就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 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就想来看一下它的首映 你竟然提前看了那个电影 对 那你最后一个再记好答案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当时还有看过我们的那个白蛇传的那个大合集 然后就是把各个剧种的人都请到一起 当时他们这个我印象就特别特别深 而且我就特别喜欢看那种特效啊 那种感觉的 所以我其实也在排除答案 我觉得像西湖那个好像不太对 因为我觉得实景好像出不来那种效果给我的感觉 因为它有特效对 好 来 杨炸阳 我呢 选择D 就是一般这种大电影大制作才有这种 就是特效音效这种全景上的这种 就是我们也相信它是实景 但是就感觉有一些技巧 可能实景不太好拍摄 我觉得 刚刚淼淼说有特效什么的 我感觉可能D 她说实景拍摄可能还真是D D吧 D D 那究竟是不是D呢 来 请揭晓 唯独一次我们全都做对了 全都拿对了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这部剧的主创主演 同时也是广东乐剧院的院长 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戏剧梅花奖和文华奖的 德祝 曾晓敏老师来开启她的黎人公开课 来 掌声有请 白素贞下班了 有这种感觉了 你好 你好 曾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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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们请到了几位华彩少年的代表来到现场 他们可能有的人对广东乐剧稍微了解一些 有的人可能不太了解 那今天咱就开启我们的黎原公开课 为他们介绍一下广东乐剧和我们的白蛇专情好不好 好 好 来 掌声就请 乐剧是华南地区影响最大最流行的地方剧种 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2009年 乐剧被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个乐剧也被周恩来总理誉为蓝国红豆 在民间有这样的一句传说 全世界有华言的地方就有乐剧 这部白蛇专情 其实在2018年的三月份 我们就组建了这个乐剧电影的一个制作团队 整个制作的时间是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我们一直在探讨 是满足我们传统戏曲的观众 还是要满足电影的观众 我在想 其实我们已经拥有我们很坚实的乐剧观众 那我们怎么把这部电影更好的推广 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 我们拍摄戏剧电影的目的目标就是这个 所以当我们定好这个方向的时候 我们在整个拍摄的一个定位 还有风格 我们就非常明确了 我们要普及 我们要推广我们的戏曲文化 我们希望尽可能地把我们的戏曲艺术 把它的观众面扩大 所以就是有了这个白蛇专情 慢慢地成型 当看到点音的时候 我们是信心满满了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部电影在制作的时候 有什么困难吗 确实是遇到很多困难 比如说我们的表演 怎么让它更生活化 电影化的表演 因为戏曲舞台上 我们是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 但是到了电影的镜头 感觉就不一样了 可能我们很多都要简化 根据镜头的需要 我们要做一个调整 特别是一些武打戏 比如说我们的现场的舞台版 我们绝对不会这样 吊着威亚来打几个小时 这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的拍摄电影的过程中 我们就几天地这样去 进行一个拍摄 在拍摄的过程中 导演也说过 确实我们完成不了的一些 高难度的动作 可以找替身来完成 但是我是坚决反对的 我是希望我们自己人完成的 尽量去完成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整个拍摄的过程 来看看幕后发现 这特小子 这大只字 天啊 刚才大家看到了 这个威亚的动作的要求 真是一个体力活 一个技术活 还有一些开打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舞台版的开打 打斗 可能我们一朝一世 是很讲究这个城市化的 但是在屏幕上 看上去就会觉得很假 怎么去突破这一关呢 其实我们跟导演 跟武打设计 一直在研究 一边拍摄 我们就一边在调整动作 比如说在水曼金山这场 我们有这个踢枪 就是天兵天将和白蛇的一个对打 然后这个踢枪在舞台上 是非常有这个观感的 也非常能引起观众的这个共鸣 很有这个爆点 但是在镜头上 它就显得每一下 都是比较假的 不真实 那怎么去突破这一关 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们就用十八罗汉 合上来和白蛇对打 它们拿的是棍子 然后白蛇呢 用的是长水袖 那么一个硬一个软 这样的一个对打 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其实当时为什么我坚定的 要用这个水袖呢 因为水袖非常能够体现 就是戏曲人物的一种情感表达 也可以把戏剧演员的身段 很好地展示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运用了很多水袖的技巧 那么大家也观看一下 这段开打是怎么处理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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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芝 麥芝 那下来还有 哪位同学需要提问呢 老师我问一下吧 就是我其实对这个特效的 关注是非常多的 因为我看它整个特效 它除了它的拍的那个实景之外 它另外后面的全都是一些 感觉是东方水墨画的感觉 我感觉这个好像跟现在的市场 就是包括电影市场啊 他们选择就是那种 好莱坞式的特效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会选择了 这种东方水墨画的形式 去做这个特效呢 这位同学看得很细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提得很好 其实我们中国的优秀戏曲文化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艺术门类 它是集所有艺术品的 一个中和的最高的展示 那么我们这部电影呢 刚才这位同学说到了 是我们东方的美学 其实我们恰恰是运用了西方的特技技术 来把我们自己的这种东方美学呈现在荧幕上 这个是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推广 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表达 西方的美学讲究的是立体 讲究的是光影 但是我们东方的审美 讲究的是平面 气韵 还有色彩 其实在我们这部电影里 我们的东方美学是展示的 非常极致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构图 很重要的 我们的这个楼 很漂亮 中架 天空 是平面的 天空 天空 老师我想问一下 但在我们的问题里面 有一场是这个稻草变成了求草 想问一下 这一块是怎么一个故事情节 在我们传统的白蛇传里头 是稻草 就是白蛇要去救许仙 所以它必须要到昆能山 去取宁之草 但是贺同乐同是坚定地 不让它夺去这个宁之草的 所以才有了这个稻草 他们进行了一个很激烈的打斗 但是我们在这个戏里头 因为一个情字贯穿到底 所以在这个场景里头 我们是设计的是求草 还是用情去打动贺同乐同 那么我们也看一下 求草的这个视频 咱们就有权 ellos YoYi まあ cket 自己是什么 又是用神子が 是什么 我白素貞仙人間美好於凡人結緣 只因我夫命緣一仙 只有凌智仙草何把命言 求仙童恩賜 凌智乃昆倫山之寶 喜好為凡夫把命言 與我走 仙童 走 前兵 喵 禮 小可 譚 譚 譚 好 伯素貞, 速速歸還靈芝, 遙你不死 若無靈芝仙草救回我夫 我生有何歡, 死有何懼 師兄, 你… 伯素貞, 師兄念你修行不移 你還不知難而退 我伯素貞, 春仁寶, 靠一岳 終然死在劍下, 也無怨, 無悔 只可惜, 過福中有兒, 也要隨我而死 我一家三口, 只有黃泉, 渴罪 師兄, 救人一命, 傳一家新年 修得善恨, 不讓就將仙草賜給他吧 伯素貞, 你走吧 伯素貞, 享受 心 痛 伯素貞, 姐妹, 妻子 謝謝, 謝謝曾小敏老師 剛才跟我們做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乐剧创新课 怎么样 我们的四位上街有收获吧 有 刚才看了这个大电影里面的 四位主人公可以说 给我们印象得非常的深刻 白蛇 青蛇 许仙 伐海 你们刚才也提到了 说里面的这个造型 也很漂亮对不对 对 想不想尝试一下 体验一下 真的吗 可以有机会吗 真的吗 可以吗 今天曾小敏老师 我们的曾院长 专门把电影当中的造型老师 请来了 而且把他们的特定的服装 也拿来了 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换装 然后咱们换着服装 再一一地讲解 好吗 好 有请你们去换装 谢谢 谢谢曾小敏老师啊 我觉得认识您这么多年 包括看到您那么多作品 都是又有传统的戏曲的盒在 同时又有大胆的创新啊 这回这个《白蛇传情》 这个大电影 我觉得真的是 创新力度非常大 是的 因为《白蛇传情》的确投入了很多的感情 从舞台版一直走来到电影版 真是花费了很多的心力 我觉得我们为我们的乐剧 应该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当然在这之后 你并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 好像又推出了一个交响乐 而且是全国巡演 是的 是的 我在今年启动了一个曾小敏乐剧艺术全国巡演 其中这个全国巡演包括两个内容 一个就是我是曾小敏 交响乐剧演唱会 另外一部分就是我的一个代表作的一个展示 我记得这场个人演唱会最早的也是为了给咱们这个《白蛇传情》做一个手营里的宣传是这样吗 其实推出这个交响演唱会 最大的目的就是让观众 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乐剧现在的可能性 同时这个交响乐演唱会里面其实很丰富的内容 有大的交响乐的一个伴奏 也有电影的展示 所以当我在演唱这个《白蛇传情》的时候 我后面的展示的是电影的一个表现手段 我有个好奇的问题 当时怎么会选择把这部乐剧电影 放在了5月20这一天首映吗 5月20号这个定档是我提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个情字 一个情字在不同时代的理解 对《白蛇传》这个不同时代的一个观感 一个对感情的一种体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字放在520是一个最好的表达 然后在剧情里头其实我觉得 可能许仙就少了那么一句 他还来不及说我爱你 然后白蛇已经困在塔里了 所以他一直守候在雷锋塔的旁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520 看完电影以后 我觉得会让大家更加珍惜身边人 太好了 因为曾院长的是第二次来到九儿来了 栏目做客 是不是也可以把您在个人的交响演唱会当中的片段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送上呀 好的 那我马上为大家演唱一段 《白蛇传情》里头的片段 请文如钦 你的搭档 好 来我们掌声欢迎 文如钦 《白蛇传情》里头的片段 另一边 为人间真情永传 为人间真情永传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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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和白娘子相遇的时候 她就是互不相识 她会出于好心 借散给她和她一起 度舟去到她要去的目的地 然后到金山寺 就是水漫金山这场 我觉得她是勇敢的 因为她在这个法海 做了一个法证 困住她不给跟白娘子相遇的时候 她冒着她冒着生命危险 她冒着生命危险去冲出牢笼 来去找白娘子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她说出了这部剧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句台词 人若无情不如妖 妖若有情 妖异人 就是我觉得 许仙这一个男人 我觉得太完美了 我在看到许仙被困住 刚刚您说到的 在那个冲破牢笼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白娘子的那番打斗 她在电影当中的这个处理的手法 和我们在传统戏剧舞台上看到完全不一样 因为音乐上的变化 会让你更进入到白素贞的内心世界 你会更理解她 或者你更同情她 那同时呢就会更觉得 许仙怎么这么冷血也好 或者怎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也好 会有这样的强烈的一个撞击在 但是恰恰是 戏曲是这样互相的帮衬 去达成一种感情的共识 因为许仙的那种回头观望 许仙那种不忍 让白蛇的那种坚强 和那种奋不顾身的 为许仙要付出的这种伟大 更加脏显 小青 小青 快 白蛇又护着许仙 快帮我说两句 其实如果不是姐姐这么爱她的话 小青是不会理许仙的 因为怎么说 在小青的心目中里面 她是觉得我很爱我这个姐姐 不能容纳一些人去伤害她 所以她会很讨厌她 为什么要这么伤害 这么爱她的一个女人 但是小青也会尊重我姐姐的想法 她既然能为她自己爱的人付出了这么多 那好吧 到最后 我在旁边守护着她们一家人 等我的姐姐出来 谢谢小青的介绍 法海也发表一下 法海其实她是跟白蛇是没有恩怨的 这样的两个角度不同的 她是为了爱 追求那种纯朴的爱 那种忠贞的爱 去爱许仙 如果我站在这儿守护佛法 她就是这样的角度 她不是一定要拆散她 最后她的心还是融化的 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 看着许仙为了爱 白蛇为了爱 这么奋不顾身的都这样付出 然后我看着我的徒弟 也是放出了许仙自己也会有所感悟 人间还是大爱 佛法才是大爱 对 其实在我们这部片里 每一个角色都是善良的 那么对于白蛇 我觉得白蛇是一个最完美的女人 也是最现代的女人 敢爱 敢恨 敢做 敢为 敢于拼搏 敢于承担 最后还可以忍让 还可以妥协 我觉得这个是太伟大了 它是完美的 这样咱们今天就再来一个 重新回到剧中去 来个情景再现好不好 好 我们来个生临其境 好 好 那我们首先啊 有请文如清和曾沙敏两位 来给我们带来剧中的 端阳劝酒好不好 来 有请两位 两集 回了 请 请 梁子真好酒量啊 海浪啊 为妻不能再饮了 这却是为何呢 哦 梁子真好 Thought you were hi 阿 嘻哈 蛤 赶心 良知 你 你说 对对对 祝福为我们下意足处 愿她喜乐喜安 为下意足处 请 请 谢谢 谢谢两位的合作 你知道我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在想 哎呀这个许仙呀 人家有宝贝还让人喝还好几杯 我记得传统或者金句也好 外句总也好 这个是一场叫劝酒是不是 劝酒呢 它一般是法海跟这个许仙 道名的缘由 然后才让她回来试这个白蛇 但是在这个版本里面不是 她就很真诚的 只是跟这个两夫妻 小卓小卓两口 只是这么一段 所以在许仙的人设上面 好像是 做了很大的修饰 不想让她觉得 让观众感觉到 她是受法海之事 是是 那说到这儿了 法海是不是要跟我们的 白素贞来一段 来法海 好不好 来有请 我来 请问法师法徒所谓何来 贫增金山紫柱 此法首颜 为物天道 正是为你 移落 何敢劳动 法师 你这百事 不在山中修年, 幻化人形, 蝕居人家 有所謂何來? 法師, 我與許郎千年原生 今次人間美好, 善真情而入世 還望法師勝存 百素貞, 你與許師妄結夫妻 門之一時, 獻不了一世 你再不離開, 我定向她說明 一妻 你, 你偏要拆殺我夫妻 許師, 不知道你事事 才與你結為夫妻 她要知道你是什麼 我願意, 玩是自己, 寫下去情 找五六八 好, 謝謝, 謝謝兩位 王彥霏塑造這個發海的形象 有沒有聽到一些網友 或者觀言者的一些反饋 對你這個形象是否認可 太受歡迎了 怎麼搶答了呢 都是我聽到一些說好的聲音 我自己也感到很欣慰, 很開心 比如說呢 說我怎麼很酷很帥 其實我都說了 得到高三不一定要 要老太隆忠, 演得法海 都是可以把她演得帥一點 對, 我們整體她很年輕 出來給人家眼前一亮 我倒是作為觀眾 經常會聽我身邊的一些 觀眾朋友們說 說這個發海 說看了這個片子以後 被發海圈粉了 圈粉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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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那接下來就是小金了 我們有請小金和白蛇兩位 為我們帶來原因重現 有請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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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姐 姐姐 姐姐 對我的元氣 救你 你只有百年功力 又怎能抵得這發震 思想 姐姐 有情是妖 無情是人 這趟人間 我們來錯了 她乃是一界凡人 心生恐懼 也是人之 雙情 你還看她說話 說什麼一生一世對你好 偏偏無情附心 若然就讓我遇見她 定然青鋒相見 小青 姐姐 這人間有何可戀 我們還是歸去吧 歸去 對 我們回歸山林 就此自在 我們走 姐姐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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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席,你再上前半步,本叫你血淺青松 小青 小青,你代我见过良知,你再杀不辞 你送柳河面目来见他 皇席,我姐姐有何对你不住,难道代你不愁 有甚过错,以致你扶他,欺骗他,抛弃他 你口口声声的情义去了哪里 朝朝暮暮的誓言,可曾记得 你这富而寡情之日,那值得姐姐如此相待 我却不要你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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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也是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让我落泪的一段 特别的感动 让小青在塑造这样子 青蛇的形象和你以往 在戏曲舞台上 是完全一样的吗 还是也有一些不同 基本是按照我们舞台上的 那个方式去演 但是呢 是因为有镜头的 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大屏幕上 我们会把我们在舞台上 表演一些东西 稍微地收敛一下 而更加要注意一些 很细腻 很微小的一个转变的东西 也是我们要去调整的东西 因为镜头它所有东西 会把我们的东西放大 和我们舞台的呈现的东西 是不一样 好 谢谢我们的几位 主创的介绍啊 那刚才呢 我们也请现场的几位 年轻人的代表 华彩少年呢 他们也进行了一个换装 也想近距离地体验一下 咱们各自塑造的形象 咱们现在请他们上来好不好 好 来 请 欢迎各位 小青来了 来 站在各自扮演酒的旁边 来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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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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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许仙 对对对 来 我们每个少年都分享一下 自己扮上以后的感受好不好 我先来吧 好 因为我其实办过一次许仙了 因为我其实办过一次许仙了 这次我想换点不一样的 所以给我穿了 其实他那个许仙的服装会更轻飘一点 轻飘 对 千千公子一点 这个会比较沉重一点 现在我感觉两个重量都不一样 然后气场也太不一样 这个帽子比较重 对 当时我戴的时候 个的我这个都会有血痕 哦 其实这个身帽是 我们的僧人做法事的时候才戴的 水曼金山的时候可以用它 因为他水曼金山的时候 做法事要挡他那些海水啊可以戴 但是呢 我带着之后打的时候 动作呢会没那么方便 对对对对 要不你教他个动作 来体验一下那个霸气 这个要 对 要起来 编着 对 把那个 扔起来 那个手要端着 对 对 走的时候 对对对 哎 有点感觉 有点有点感觉了 有点感觉了 来 许仙来 分享一下 其实我之前就是 完全没有穿过这类的服装 然后今天感觉穿上之后 就是感觉天气十足 就感觉我就是个仙人一样 这种材质 还有这个上面的 融入这种中国 就是应该是水墨画的那种元素吧 这些服装都是手工做的 对 手工一针一针绣的 这有个绣 大家 就是可能不值 哎 很漂亮 这个叫水秀 细型的水秀 这个水秀的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情感的延伸 它可以喜 可以怒 可以爱可以乐 都用水秀来表达 比如说 你拉出来 不要笑 我在哭悲伤 我在哭你怎么就在笑呢 然后我给他教你一个动作 就是许仙第一次见这个白素贞的时候 他要给他施衣礼 就是说右手搭过来 左手握住这个水秀 然后勾脚 线前 一 去攻 坐翼 就是坐翼 对 这边水秀呢 可以先把它 收紧去是吗 不是 拿出来 我们叫叠好 叠好 对 叠好 对 先把它握住先 然后呢 上右脚 上右脚 对 上左脚勾步的时候 勾住 勾 勾 王蕾希 来 就是我感觉穿完这个衣服之后呢 我就不自觉地会想很挺拔 然后很有代入感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那个剧里的小青 这个剑非常的有 有尘 就很尘 很有重量 就是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重 但是拿起来的时候是很有分量的 它是真剑 应该是 还是真的 真剑 好重 你看 好亮 它不是木的 你看了没有 这个还是挺危险的 这个 这把剑就是我们在水曼金山的时候拿上的 对 然后现在结合了一些比较武术的东西 拔剑 大 好帅 怎么做老师 这个是真剑 小青雾伤后就 慢慢离远一点 远一点 小青 拿 拔 拔 哎 哎 哎 好 很帅 很漂亮 来 白蛇了 我们的主角 老师 其实我是学戏曲专业的 所以我穿上这个衣服 我就觉得 感觉 太好看了 因为我们戏曲传统的服装 没有这么鲜 感觉 对 他是金剧花旦演员 我觉得就是 这个服装啊 跟我们舞台上 是很大的区别 因为舞台上 可能它的颜色特别鲜 特别亮 但是这款 就是我们电影里头的 这个配搭 是非常清新的 我觉得就是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整个画面是一致的 都是非常 宋代的一种画风 我穿上就感觉自己已经在画里了 有一种留白的意境 那也交一个动作 要不我自己发挥一下 我耍一下水 我们看看这个金剧演员怎么发挥 穿上这个广东乐剧的这个电影的服装 啊 配有基本功在 有有有 哇 好棒 好 好 好棒 哇 我想啊这个了 因为你是学习曲 所以这个对你没难度了 那我叫你讲一句乐剧的许蓝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没有尝试过 哈哈哈哈 嘿啦 哦 嘿啦 哈哈哈哈 这是发音的不一样 感觉像清剧味 哈哈哈哈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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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一点 哈哈 那这样 其实咱们聊了半天啊 这个服装造型啊 最大的功臣 我觉得应该是服装设计师造型师 对 今天也请到了电影当中的这位主创老师 嗯 是不是 曾经也想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造型设计是王小霞老师 他非常年轻 我们又掌声欢迎他 我们掌声欢迎他 哦 来欢迎欢迎王老师 欢迎欢迎 哇 这个好年轻啊 欢迎欢迎 来来来来 握握手 这个最漂亮的服装 来站中间 站中间 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白雪赛情 电影的造型指导王小霞 嗯 年轻的王老师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今天我们这四位少年啊 都穿上了剧中人物的这个服饰啊 有什么细节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比如说哪个服装 我用了什么理念 嗯 整体呢 都是植物染 进行了植物染 用虫天然的植物 我介绍一下小青的这套衣服啊 就是大部分我们看的影视剧也好 或者是戏曲也好 都是买现成的料子 嗯 这个呢 整个用的是传统的一些天然的材质染的 比如这个绿色呢 就先用电缆染染 染完了以后 再用枝子 就是中炒药 哦 然后再染 那可能得需要三天的时间 才能出来这个颜色 哦 我以为本来就是这个颜色 不是 对 所以它就是一种 全是心血 对 这两套衣服呢 也是就是用的植物染的那个概念 然后染的 但是这两个不一样的呢 就是在染的过程中 就要把它画下来 哦 就我们要四个人操作 哦 因为它干了的话 就画不出来那种鲜鲜的 就是涌里屋里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边染的过程中 还得边画 让他们所有人的服装做下来 要需要多少时间 嗯 我们整部系的服装差不多 从前期画概念到结束 差不多四个月 四个月 四个月 嗯 这就是匠心精神啊 我们为我们的设计师啊 还有设计师团队 鼓掌 好 今天特别的高兴啊 能够请到咱们白蛇撞琴的 各位主演老师 主唱老师 还有我们的造型老师 那今天那四位年轻人呢 学了很多跟戏剧相关的知识 不知道此时此刻 有什么样子的心得 我之前对戏曲的了解 也只是皮毛嘛 然后我上了这堂课之后 我发现 东方的这种神运 包括它这种 内敛的这种意境 就是让我越发越迷恋 我也就是下定决心 以后在我的艺术道路上 想要创作出更多 东方美的东西 太好了 期待你的一步又一步的作品啊 我感觉这堂课 我上下来之后 受益肥浅 就是特别能体现出 我们中国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 我觉得这个白蛇传 从宋代就有了 然后一直流传到现在 每一次都在进行不同的改编 或者是创新 然后我觉得 像是我们当代一些年轻人 在做音乐 都可以融入这些戏曲的元素啊 或者是一些传统的艺术 然后融入到一起 其实我还对这个戏曲 现在有一点就是感触了 我觉得之后可以没事 可以去看一看戏 对 太好了 特别好 特别好 真的受益肥浅 谢谢 好 谢谢杨昭阳 我也是在创新的路上 那希望也是向老师们学习 多致敬 从川剧到物剧和乐剧 这四个我觉得是我学习到了很多 这个以后也是像杨昭阳一样 有机会能够把这些 我觉得宝贵的艺术 融合到我们的音乐当中 对吧 然后做一些碰撞 一起合作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对 期待合作 对 谢谢各位老师们 非常好 谢谢王维希 来 田淼淼 其实我看到我们这个电影 真的感触特别深 因为我也是一个 传统文化的继承人 其实主要也在提 你怎么把我们传统文化 带给更多的年轻人去看 那这部电影就是一个 最好的例子 好 谢谢 描描说得太好了 那此时此刻 是不是要请曾院长 为我们带来 这部作品当中的插曲啊 好的 《圆我的愿》 《圆我的愿》 来 掌声欢迎曾小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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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オ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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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湖雨淚 为我唱一片晴天 山下收得烟烟 世湖雨淚 青衣山深相思 青衣山飞亚浅 那观她是人间笑脸 为了她我原踏落雨 再昏千年 青衣山思一点点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古传说人间至爱 白蛇传的故事 还将继续传承发展 期待这方舞台继续上演精彩 好 感谢您收看 本期卷儿来了 咱们下期再见 让谢曲每道出圈 东方美学震撼特效 诚意满满 让学员班大开眼界 直呼联谊 江星团队再聚首 四大主演揭秘台前幕后 趣闻逆事 黄金搭档 再次畅想电影金曲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下期卷儿来了